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警方国安署分别于本周一及周二拘捕7名男女 涉嫌烧检测站、诈骗、洗黑钱等 其中一名被捕的22岁章胜青年更为港独组织光成者 和本土极端组织Black Block小队的成员 Black Block小队和光成者关系密切 一向行踪詭避、行事隐密 成员一直以黑衣、黑腹示人以减低被捕风险 拘捕今次是首次有Black Block小队成员被捕 2019年反修例风波期间 本港多区出现示威冲突 多处有堵路、破坏公众设施等行为 多个极端组织亦相继出现 其中Black Block小队专门针对警察 多次将防暴警当作活靶射击 而其他极端用务组织 则分别有计划以恐袭手法 杀警诈人群的屠龙小队 专责纵火和装修的V小队 及规模最大、人力物资最强的Ping Team Black Block小队在过去两年 持续于社交平台发布煽动性文章 教唆他人进行武装革命 鼓吹暴力抗争及以用务手段攻击警察 包括呼吁他人搭着屍体前进等 该组织亦于社交平台声称策策去年5月28日 荃湾检测站纵火案 今次被捕的22岁章姓青年 为Black Block小队首个被捕成员 俗称洗黑节 他曾于去年5月28日涉嫌参与 销毁荃湾沙坠道检测站 又涉于今年初 与同为Black Block小队成员的 另一名20岁丁姓男子 及52岁姚姓女子销毁政府检测站 此外警方于去年7月 采取行动拘捕光城者的14名成员 涉嫌策制造炸弹及针对行车隧道、铁路 和法院等公共设施发动恐袭 其中7人以被控串谋恐怖活动罪 据悉今次被捕的22岁章姓青年 亦有资助光城者、国安署人员其后 再发现被捕的章姓男子 亦唯一个诈骗集团成员 怀疑他和两男两女虚报经营业务 套用公司地址并毁造雇用记录 其后透过银行向香港按证保险有限公司申请 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 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 成功诈骗港币470万元贷款 警方经调查后再拘捕4名同党 警方行动仍然继续 不排除有进一步拘捕行动 港区国安法于两年前生效 香港目前处于油脂及轻的阶段 但仍有一些极端分子潜藏在社会的阴暗角落 市民和执法机关绝对不可调以轻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